xtonua 县叛逃疑云闭谣失败后 崔天凯在露面 紧急求救河南奕縣變汪洋 有人被困 難民们没水、没食物 习家军首当其冲 中共国务院成立调查组 追责720郑州洪灾 東方蜘蛛蒙塵 稱香港反送中歌手王耀明遭起訴 監管風暴驚醒華爾街 投資者重新審視中國市場 嚴重了 武漢再爆病例 鄭州小湯山船爆滿 恆大32.5萬億港元 賣掉恆騰11%股權 騰訊接盤 東京奧運 不止小S 中國馬龍奪牌沒到賀 蔡依林遭小粉紅攻擊 南京疫情蔓延揚揚州 15D升級為中風險區 市長緊急換人 10年61萬中國人逃往海外尋庇護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紅潮禁聞》 我是薛然 下面帶您來看這期節目的主要內容 北京時間8月2號晚上 陷入叛逃宜雲的前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 又通過照片露面了 成都市通研究院執行院長龍星春 和查哈爾學會成員劉慶斌分別發推文說 當晚查哈爾學會會長韓芳明在北京市園 為崔天凱接封 他們同時還發布了兩張崔天凱身着短袖 與韓芳明的合照 中共駐美大使新一輪替換已經完成 秦剛7月23日飛抵華盛頓履新 同天中共駐美使館官網發布消息說 秦剛是第11任中共駐美大使 其前任68歲的崔天凱 在結束8年任期後已於6月23日回國 但海外社交媒體上連日來 卻瘋傳他致美不歸的消息 也有說他疑似叛逃的 甚至還有傳言指他跟中共當權決裂的 很快就在8月1日 微博及微信上出現兩張證明崔天凱 在上海的照片 分別是他在中共一大會址的讀照 和與醫生張文宏的合照 但照片卻被網友指是舊照加工 尤其是前中共中央黨校教師蔡霞 拿崔天凱與秦剛 各自在中共一大會址前的照片對比 發現兩人身後會址牌上的字體 與內容不同 證明了秦剛是今年7月27日 赴美履新前拍攝的 而崔天凱的則是2015年的舊照 原本外界對崔天凱致美的消息 抱懷疑態度 因為作為卸任大使 崔天凱叛逃的難度堪比登天 但疑似造假的照片的出現 反而推高有關他叛逃的猜測 這一輪輿論浪潮 彷彿是中共國安部副部長董經緯 叛逃疑運的重演 都是官方闢謠照片 反而令外界懷疑傳謠是真實的 連日來 由於多次洩洪 河南遜縣除縣城東部外 全部變成一片汪洋 成為當前河南洪災最嚴重的地區 希望之聲記者週日獲得消息 泄洪區仍有人員被困失蹤 當地一名志願者告訴希望之聲記者 大多數村子還是在水裡 有人有沒出來的 如果你家東西多 看著洪水 那你是不是要在房頂等一會兒 那這些人有的可能就找不到了 有的我們現在救援隊在找 他表示目前最需要的是 殺毒消菌用品 訓憲新鎮鎮蔣蔣村村委會 周日在網上發布求援信息說 難民們四處逃荒 難民們沒水沒食物 請求愛心群體 獻出愛心幫助河南人渡過難關 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7月31號訓憲一線救援人員向社會求援 在場的大陸媒體記者更哭訴 他們沒有任用器 現在護地場大壩上的 看護家園的一切的工作人員 連內基本的救援用品都沒有準備 這名記者痛斥 很多人根本不會進行人民的死活 進行人民的接送 這麼多氣候死 而此時河南多地的官方微博 則專注於感謝退伍軍人組成的救援隊 卻對災民安置 救災進度隻字不提 河南省政府最新通報指 截至8月2號12時 這次重大的洪澇災害 共造成302人遇難 50人失蹤 其中鄭州市292人遇難 失蹤47人 新鄉市7人遇難 失蹤3人 平頂山市2人遇難 落河市1人遇難 被受關注的鄭州地鐵5號線遇難人數 仍然停留在14人 京廣路隧道6人 有網民留言質疑 京廣隧道真的就6人遇難嗎 請查清楚 還市者一個真相 中共官方最新統計數據 河南特大洪災已造成302人死亡 50人失蹤 河南官方今天下午 公布了最新的死亡數字 說鄭州市死亡292人 失蹤47人 因地下室 車庫等地下空間 逆亡39人 包括地鐵5號線14人遇難 京廣路隧道6人遇難 另外 新鄉市遇難7人 失蹤3人 平頂山市遇難2人 踏河市遇難1人 外界注意到 鄭州市政府7月29日曾通報說 水災中的死亡人數為99人 時隔數日突然暴增至302人 這一數據令很多網民震驚 也令很多人質疑 尤其是對地鐵5號線和京廣路隧道 死亡人數的質疑聲浪最高 此外 許多公眾也提出質問 面對罕見暴雨相關部門 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 水庫是否無預警洩洪 地鐵有哪些相關備案等 就在死亡人數更新數小時後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說 中共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 對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進行調查 報導還說 調查組將對災害應對過程進行調查評估 對存在失職獨職的行為予以問責追責 港媒《明報》曾發文指 中共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 是習近平之江新軍議員 他曾在水災發生前 舊全市的防汛工作提出五步目標 包括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和重要交通不中斷等 文章指出 正是重要交通不中斷這一要求 影響地鐵及早關閉 結果釀成慘劇 造成眾多市民無辜被淹死 事發後 河南媒體人朱順忠發文直指徐立毅 呼籲鄭州市換帥 否則民憤難平 亡靈難安 這篇文章在獲得超過10萬人按讚後被刪除 繼香港國安法首案唐英傑被重判9年後 今天又傳出曾力挺香港反送中 知名歌手黃耀明與歐諾宣 遭廉政公署拘捕的消息 黃耀明目前已經獲得保釋 8月5號 兩人將到東區裁判法院出庭應訊 廉政公署在官網發表聲明指 黃耀明與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歐諾宣 被指控涉嫌在2018年 立法會補選中向他人提供娛樂的舞弊行為 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聯署稱歐諾宣在造勢大會前 多次在社交媒體發文 宣布黃耀明將會出席集會並表演 黃耀明在造勢大會上唱了兩首歌 並在表演尾聲呼籲集會人士 在補選中投票支持歐諾宣 聯署宣稱的所謂提供娛樂舞弊行為 發生在當年3月3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 舉辦的黑夜點燈香港人心不死造勢大會 黃耀明當晚現唱兩首歌 香港立場新聞對聯署指控的罪名提出質疑 當時親中共的建制派候選人 也曾在造勢大會安排演唱環節 但聯署並未就他們是否違法作出具體回應 僅表示不評論個別事件 同案的歐諾宣因一起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 現在正在服刑中 他同時是民主派初選案中被香港警察 以香港國安法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47人之一 黃耀明是香港演藝圈中少數敢於公開表達親民主派立場的藝人 2014年 他因為公開支持雨傘運動遭北京封殺 目前又成為香港一週內第四位被指控涉及選舉舞弊而遭當局逮捕的人 此外 香港大學學生會也成為中共與港府打壓的對象 中共黨媒近日更點名香港教協是反中亂港的毒瘤 紐約時報認為香港學生近年來已逐漸成為反抗中共最堅定的抗議者之一 他們也逐漸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當局現在所採取的行動就是在利用香港國安法賦予的打壓異己的權力 削弱學生的力量 中共監管部門近期加大對中國企業的監管打擊政策後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市值急速蒸發4000億美元 使美國投資者意識到中共治下的市場存在不可預估的風險 紛紛考慮撤資 《華爾街日報》今天刊文說 自從中共政府重手整頓家教行業的運營 繼續收緊對科技公司的控制後 中概股已經縮水4070億美元 這一損失比中共病毒疫情爆發支出的損失高出兩倍 儘管中共為安撫市場一再表示 無意與美國市場脫鉤 但美國從政府退休公務員基金到全球基金公司 威廉布萊爾的投資者都在重新考慮他們的投資組合 美國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已經決定改投監管風險小的行業 如生物技術 與此同時威廉布萊爾基金經理人瑟斯頓也表示 他們正在權衡下一步行動 一些原本看好中國的投資者也表示 中共最近的監管行動難以捉摸 迫使投資人重新評估 對獨裁國家進行投資所面臨的風險 《華爾街日報》27日曾刊文說 中國給華爾街上了一課 共產黨的控制總是高於投資者的利益 投資人還注意到去年冬季 川普政府將一些中國公司列入美國投資黑名單 並為幾家中國公司從美國退市埋下伏笔 拜登政府也研習了川普政府對中國的一些立場 很多投資人已悄悄退出中國市場 美國學者方偉先生說 美國的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 在川普時代就希望阻止美國資金流入中共口袋 他們四處奔走都沒有做成的事 現在中共的監管卻幫他們一下子完成了使命 湖北省武漢市是中共病毒疫情的首發地及重災區 8月2日武漢經濟開發區官方微信宣布 武漢市再發現7宗確診病例 消息指8月1日晚上武漢經濟開發區 在對淮安某旅遊團重點區域助流人員排查中 發現一名外來務工人員唐某 曾於7月27日在荆州高鐵站後車時 與來自江蘇淮安去往湖南張家界的旅遊團有過交集 8月2日上午 唐某及6名密切接觸者確診 這個淮安旅遊團此前已有10人確診 湖北的黃岡和荆州 海南海口 也有6名相關人士核酸檢測為陽性 到武漢消息傳來 這個感染鏈已經涉及23人 剛剛經歷了水災的鄭州再度因為疫情淪陷 鄭州日報8月2日報導說 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被關閉後 這個醫院確診患者及無症狀感染者 已經全部被轉移至鄭州齊博山醫院 這個醫院是在去年疫情全面爆發時 趕見而成的鄭州版小湯山 醫院設有床位287個 有消息指 在傳出疫情爆發及封城消息後 鄭州市的超市貨價又一次被搶空 上次是10天前 另外 北京也被病毒攻破 北京衛健委2日宣布 將嚴格管制全市進出 誰審批誰負責 對出現病例的地區限制進京 出現確診病例的街道和單位內全部人員 原則上不准許離開北京 如果需要離開也必須持有綠碼 和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僅官方不完全數字 目前中國本土疫情已擴散至15個省市 國際網路社區服務網上平臺 橫騰網路於8月2日上午9點在港交所恢復交易 之前橫騰網路曾公布 公司股份於7月29日上午9點在港交所短暫停牌 昨天晚上橫騰網路在港交所發布公告稱 中國恆大以大約27億人民幣的價格 出售橫騰網路11%股權給騰訊 這令騰訊再度成為橫騰網路的第二大股東 對這件事有分析人士表示 因為橫騰網路在媒體領域的發展勢頭很強勁 所以騰訊才會花重金增持股份 但有網民卻認為 恆大資金困難要賣資產套現 並對大陸股市割韭菜的亂象表示不滿 說樂事活不下去了賣資產給恆大 恆大活不下去了賣資產給騰訊 反正最後買單的都是全國散戶韭菜 更有網民表示 賣賣賣的大戲開始了 希望變現的速度能快過資產貶值的速度 可別最後把自己弄成了海航啊 此前因債務引發的糾紛讓恆大和債權人 鬧上了法庭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惠普 穆迪和標普 近來紛紛下調了恆大及他的子公司的信用評級 冬奧會風波再起 臺灣藝人小S因為發文為臺灣選手奪牌慶祝 並稱臺灣選手為國手 遭到中共小粉紅語言攻擊 沒想到藝人蔡依林在IG上發動態 貼上羽毛球金牌選手李洋、王麒麟照片 又被質疑沒發文慶祝中國選手馬龍 贏得桌球男單金牌 被小粉紅大罵支持台獨運動員 並揚言要所有臺灣藝人都滾出中國 與小S合作的大陸品牌 包括授權斋、clear青陽等 也趕緊表態與藝人切割 甚至波及小S的女兒許希文 《自由時報》就這些事件報導指 一場東京奧運看盡中國狼心 繼江蘇省會南京之後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境內延燒態勢兇猛 官方8月2日宣布 揚州15地升級為疫情中風險區 同時揚州市長也火速換人 江蘇省官網當天表示 已任命王晉健為揚州副市長代理市長 官方之前通報 前任市長王寶娟 已經在7月20日出任揚州市委書記 原任揚州市委書記夏新民 已調任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自7月20日以來 南京路口國際機場引發的這輪疫情 波及了至少15個省市20多個地區 揚州感染數字也在不斷上升 江蘇省8月1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其中揚州就佔26例 這還只是外界一向認為 有隱瞞的中共官方數據 聯合國一份最新的報告顯示 中共在中國的殘暴統治 引發了中國人的集體大逃亡 近十年來 已有61.3萬中國公民在海外申請庇護 在港版國安法強行通過一年後 香港人也加入了大逃亡行列 據大紀元報導 中國公民逃到海外避難 主要是擔心中共鐵拳隨時會砸向自己 逃亡者中也包括億萬富翁 他們則是出於政治安全和財產安全的考量 近日中國著名良心企業家孫大午 因莫須有的罪名被中共重判18年 或許會引發更多富豪移民 此外中共還殘酷壓迫新疆維吾爾人 打壓基督徒 在西藏設立所謂的佛教徒營地 並繼續殘酷鎮壓迫害法輪功修煉者 早年 大陸內地人逃亡香港 如今在港版國安法強行通過實施一年後 香港已經失去法治和自由 香港人也不得不逃離香港 很多家長為避免子女接受中共洗腦教育 明報7月26日報導 截至去年10月中小學一年內流失約15,400名學生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薛然 這期節目由韓梅編輯 新陪李布洋製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